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研究院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探讨一款引起广泛关注的游戏 黑神话 悟空 这款游戏不仅仅是一个娱乐产品 它是孙悟空这位中国经典角色的全新诠释 并且在短短三周内 便创造了超过7亿美元的惊人销售额 成为历史上销售最快的游戏之一 黑神话 悟空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背景 与《西游记》这部经典作品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四位朝圣者的互动到孙悟空的变形故事 这部游戏在多方面吸引着玩家的注意 然而 游戏的设计和故事呈现 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特别是在幽默感的缺失上 让人遗憾 这款游戏的成功 不仅是商业上的胜利 更是中国文化在全球舞台上崛起的象征 随着中国游戏市场的成熟 我们有理由 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呈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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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期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款 最近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热潮的电子游戏 黑神话 悟空 以及它如何重新诠释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西游记 外交政策文章指出 黑神话 悟空是由中国游戏开发公司Game Science 推出的一款视频游戏 自8月20日发布以来 这款游戏创造了惊人的销售记录 成为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游戏之一 在三周内就实现了超过7亿美元的销售额 并在第一个月内售出了超过2000万份 在这波销售浪潮中 四分之三的销量来自中国 这对国内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游戏 难以获得政府审批的国家中 《西游记》作为16世纪的一部经典小说 长期以来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 侯王孙悟空 这个机智勇敢的角色 被无数次的改编和重塑 小说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至七世纪 中国僧侣玄奘前往印度取得佛教经典 然而 随着小说流传 玄奘的历史形象与侯王的传说紧密结合 呈现出一个充满变形的故事 这部小说独特地结合了诗歌 喜剧 魔幻和宗教成为一个多元又幽默的叙事 故事以佛教为主轴 却不乏对其他信仰的讽刺和调侃 角色之间的互动 尤其是侯王与猪八戒之间的关系 成为喜剧的主要来源 而沙悟静则作为沉稳的角色 平衡着整个团队的动态 自从1592年首次出版以来 《西游记》的故事和角色一再被改编 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观众 到了20世纪 侯王的形象 在日本和中国的影视作品中 再次焕发新生 成为几代人心中不灭的经典记忆 在这样一个丰富的文化背景下 黑神话 悟空作为一款视频游戏 承载了巨大的文化和市场期待 作为中国的首款3A级游戏 这款游戏的开发耗资巨大 并经历了漫长的开发过程 它不仅仅是一个游戏 更是中国玩家心中 对民族文化自信的一次表达 游戏设定为西游记的续集 玩家并不直接扮演孙悟空 而是扮演一个继承他遗产的命定者 继续与天界敌人对抗 游戏的视觉效果令人叹为观止 从山间寺庙到阴暗的沼泽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 力求展现出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 其游戏结构 以首领冲刺为主 玩家需不断挑战强大的敌人 这些敌人多取自经典小说中的妖魔和神灵 然而游戏在剧情方面的表现 似乎不如其视觉效果那么出色 主角的沉默和缺乏幽默感的对话设计 使得游戏在某种程度上 失去了原著中那种机制与幽默的魅力 尽管如此 对于许多中国玩家来说 黑神话 悟空代表了一种文化的胜利 它标志着中国故事 在全球游戏市场上的崭露头角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 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现象 更是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次重要输出 随着中国游戏产业的不断发展 我们期待未来 能够看到更多具有深度和独特性的中国故事 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这款游戏的热销 也引发了关于文化认同和文化输出的讨论 在中国 视频游戏曾被视为消极影响的源头 但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显示出 只要有高质量的内容和文化自信 游戏也可以成为推广文化和增进国际理解的有效载体 总结来说 黑神话 悟空不仅仅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 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次体现 它显示了 中国在国际文化产业中的潜力和实力 也为全球玩家提供了一次 深入体验中国古典故事的机会 在未来 这样的作品不仅会继续影响游戏产业 也将对跨文化交流产生深远的影响 感谢您收看本期中国研究院 我们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继续探讨更多有趣的文化现象 黑神话 悟空在中国游戏产业中的崛起与影响分析 中国研究院 黑神话 悟空作为中国首款3A级游戏 自推出以来 在国内外游戏市场引起了广泛关注 本文将从游戏背景 市场表现 文化影响 行业意义等方面 对黑神话 悟空进行全面分析 并探讨其对中国游戏产业的启示 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 引言 近年来 中国游戏产业迅猛发展 但在高端游戏领域 一直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 黑神话 悟空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 作为一款以中国经典文学西游记 为背景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它不仅在技术上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平 还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本文旨在探讨 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原因及其对中国游戏产业的影响 2 游戏背景与开发历程 1.1游戏背景 黑神话 悟空由中国游戏公司Game Science开发 于2024年8月20日正式推出 游戏以西游记为基础 但在剧情和角色设定上进行了创新 玩家扮演一只继承了孙悟空遗产的猴子 在充满神话色彩的世界中冒险 1.2 开发历程 Game Science成立于2014年 是一家专注于高品质游戏开发的公司 在黑神话 悟空的开发过程中 团队历时三年 投入了超过6000万美元 力求在画面 玩法和故事上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游戏的开发过程面临了诸多挑战 包括政府对新游戏许可的限制 以及中国游戏市场的高度竞争 3.市场表现与数据分析 2.1销售数据 根据市场统计数据 黑神话 悟空在推出后仅三周内 便创造了超过7亿美元的销售额 首月销量超过2000万份 其中 约75%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市场 这一数据 使其成为历史上销售速度 最快的游戏之一 2.2市场反响 游戏在国内外 均获得了高度评价 在中国 玩家对其精美的画面 流畅的操作 和深度融合的文化元素 表示赞赏 在国际市场上 游戏也被认为是 中国游戏产业的里程碑 展示了中国开发者 在高端游戏领域的实力 4.文化背景与影响 3.1西游戏与孙悟空的文化意义 西游戏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讲述了唐僧 孙悟空 猪八戒 杀僧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 其中 孙悟空作为侯王 以其勇敢 智慧和反抗精神 成为中华文化中 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形象之一 3.2游戏 对原著的诠释与创新 黑神话 悟空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 对故事进行了重新演绎 游戏中加入了全新的剧情线 玩家扮演的并非孙悟空本人 而是一只继承其遗产的猴子 这一设定既保留了原著的精髓 又为玩家提供了全新的体验 3.3文化输出与国际影响 游戏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通过数字娱乐的形式 传播到国际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 黑神话 悟空引发了对中国神话和文化的兴趣 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5.行业分析与专业评价 4.1技术层面的突破 4.1.1图形技术 游戏采用了Unreal Engine无引擎 利用了先进的光线追踪和动态全局 光照技术 实现了极高的画面质量 4.1.2人工智能 游戏中的敌人和NPC具有高水平的AI表现 能够根据玩家的行为做出实时反应 提高了游戏的挑战性和沉浸感 4.2游戏设计与玩法 4.2.1战斗系统 游戏采用了动态战斗系统 融合了动作游戏和角色扮演元素 提供了丰富的技能术和装备系统 增加了游戏的深度 4.2.2关卡设计 关卡设计借鉴了开放世界和线性叙事的优点 玩家可以自由探索 同时体验紧凑的故事线 4.3市场策略 4.3.1宣传营销 Game Science在游戏宣传上采用了全球同步策略 通过社交媒体、游戏展会等多种渠道 成功地吸引了国际玩家的关注 4.3.2本土化与全球化 游戏在语言、文化元素上进行了本土化处理 满足了全球不同地区玩家的需求 6.案例分析与其他游戏的比较 5.1与日本人王系列的比较 人王系列也是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但其主要面向的是全球市场 黑神话 悟空则更加注重中国文化的呈现 在本土市场具有更高的亲和力 5.2与美国战神系列的比较 战神系列以北欧神话为背景 成功地将神话故事与现代游戏技术结合 黑神话 悟空在这一方面与之类似 但在文化传播上更具中国特色 7.挑战与未来展望 6.1面临的挑战 6.1.1政府监管 中国政府对游戏行业的监管日益严格 对新游戏的审批和内容都有严格要求 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保持创新 是游戏开发者面临的主要挑战 6.1.2国际竞争 在高端游戏市场 中国企业面临着来自欧美和日本公司的激烈竞争 如何持续提升技术水平和创造力 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6.2未来发展方向 6.2.1加强原创IP开发 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原创IP的潜力 未来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作品 有望走向国际市场 6.2.2技术创新与合作 通过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 提升中国游戏的制作水平 增强国际影响力 8.结论 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不仅展示了中国游戏开发者的实力 也为中国游戏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他证明了高品质的游戏作品 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认可 同时也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未来中国游戏产业有望涌现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2023年上半年版 2.西游记研究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 3.游戏技术与设计杂志 2023年第十期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组合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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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